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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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表示說我們的體質是 屬於哪一種 虛寒的那種嗎 對 我們一般 我們那個中醫講說 明天 最型的人 就是說你常常就是摸下去 都是手腳冰冷的狀況 然後通常這樣的人 就是比較容易皮類 精神差 臉色會容易發白 這樣的話就需要吃一些 比較溫補的食材 讓自己身體的那個代謝力 可以增加 可以改善手腳冰冷的狀況 像現在天氣越來越冷了 剛才畢桃阿姨有說 會去吃什麼薑母鴨啊 還有什麼 麻油雞啊 還有龍眼那個米糕 龍眼糕 太酷了耶 這些在秋冬吃的話好不好 其實這個的話就是它 我們要用的是一些 比較溫性的一些食材 所以包括含有一些那種老薑啊 薑片的這一種 就是薑母鴨 或是有時候可以沖一點那個薑茶 因為薑的話 它可以讓我們的身體一下子 就是體溫升高 然後有一個溫暖的感覺 那當然吃補的話 它也是有一些功效 像中藥裡面有一些這樣 肉桂啊 桂枝啊這一類的 補氣血的黃旗當歸 其實都可以改善 是 那雨萍的問題是什麼 我是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啊 為什麼就是我每次洗澡 然後那個腳都會很刺痛 你就碰到熱水 腳都會很刺痛 然後發紅 然後非常癢 它是因為它那個溫度的關係 然後就會刺痛啊 因為你的體溫就是已經手腳冰冷了 然後你在熱水裡面 突然它的血管擴張 然後你在血液流進去的時候 它那個體表的感覺就會變成一個 不是說像一般覺得溫溫的一個程度 因為你的體表的溫度太低了 然後突然的一個血管擴張就會有不足 就會癢啊 刺啊 一些神經被刺激的一個反應這樣 小燕老師 你們去極地做比賽的時候 溫度很高很低都有機會嗎 像我們上次去那個外蒙 對 是沒有熱水的 真的 你想說在外蒙 蒙古地方是乾旱的地方 你只要有水可以洗澡就偷笑了 所以我們飲的都是那種大自然的泉水 那大自然的泉水是超冰 冰 冰到你這樣一砰下去 好像冰庫的水一樣非常真的 大概負好幾十 大概十度左右 很冰激冰的水 但是你洗完那個水之後 全身是散熱的 是發熱的狀態 因為你身體它自然而然就會想要 去調節你的外在的寒冷的溫度 所以你洗完不用穿外套 可以穿背心而已 在高 那種高海拔的地方 是 好 再來看到 第三點造成手腳冰冷的原因是 血糖太低或者血壓太低 因為我們一般大家都知道說 血糖低第一個是怎麼樣 會肚子餓嘛 比較多人都知道說會肚子餓 那其他它有一些症狀 就是會有心肌啊 手抖 然後開始一直冒汗 冒汗的話 因為那個汗的話 它在體表你那個 就是被蒸發完之後 就會開始發冷 所以血糖低的話也是就是我們講說 會手腳冰冷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有些血糖比較不穩定的老人家特別注意 就是他可能甚至嚴重會有一些嗜睡 就是有一些會昏迷的一個狀況 那大家就會以為是什麼中風啊這些 所以這個要稍微區別一下 然後再來講我們說低血壓 低血壓其實它跟一個心臟的功能 是比較有關係的 通常來講很多人它是天生性的 就是血壓是比較偏低 然後這樣的人也是比較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疲倦 然後覺得心臟比較有時候比較無力 可能運動稍微運動一點就比較喘 那像這樣子的人 他特別也會容易 因為你的那個心臟的力量不夠 所以他打到末梢的血液量也不足 也會有手腳冰冷的情況 跟貧血有關係嗎 貧血的話有一些人其實是會的 因為其實貧血我們講的貧血是血紅素 它的一個那個比例上來比較不足 那通常會很多身體上面的功能比較差 我們中間講說血虛啦 血虛的人就是臉色蒼白啊 然後你就看嘴唇啊 眼瞼啊 手指的這個地方 顏色都比較淡 比較淡 然後也是容易怕冷啊 或容易感冒這些症狀 OK 好 那小紅 妳說妳會流手汗對不對 對啊 就是流手汗 可是有人跟我說 這個比較就是身體虛 我也不曉得是什麼身體虛 她就說身體虛就會倒汗 所以很容易流手汗 可是就是我覺得也是有跟血糖有關 所以我不曉得到底是哪方面的身體虛 我們中間講說流汗這個部分 如果妳是白天比較容易流汗的人 我們講說是陽虛 它是致汗就是白天流汗 那有一種叫做倒汗就是晚上比較容易流汗 晚上容易流汗的我們講說陰虛 像這種的話就是跟妳的體質是有關係的 通常白天容易流手汗的這種人 就是我們講說陽虛是氣比較不足 所以妳的毛孔沒有辦法把它就是收斂得很好 那些汗就會一直從手這個部分流出去 那流出去的話 因為那個汗一蒸發的時候 特別容易手腳冰冷 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其實來講是告訴妳說 妳其實身體狀況是比較差的 對 而且要多運動 我長蝦很常運動啊 說來聽聽 聽說什麼運動什麼 我都打籃球啊 像我等一下還有籃球比賽的選擇 妳知道運動有很多種種類啊 籃球是屬於有氧 有氧還是無氧 籃球是屬於... 無氧運動啊 那告訴她一下 有氧運動有哪一些 妳都沒想過 我會看我的健康好簡單嗎 我有氧跟無氧有做過啊 像那種太極拳啊 有沒有 很緩和的進走啊 慢走啊 時間長 大概30分鐘以上 然後維持一個低強度 妳可以跟我們談話的這種強度 就可以微微流汗 不需要心跳太高 然後那麼暴力 那麼激動的運動 OK 好 所以小紅做一下 有氧運動搞不好可以改善 好 等一下 要不平啊 好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 造成手腳冰冷的第四點原因 心臟比較衰弱 其實我們的血液跟我們心臟系統 都是有關係的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心臟連著我們的血管 當妳的心臟收縮的力氣不足的時候 然後當然會影響說血壓的比較低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末梢循環會比較差 所以像心臟症肉有一些就是 有二肩半脫垂 其實在台灣來講 女生比例還滿高的 像這種它平常不太會有症狀 但是會容易有那種胸悶心肌 然後心慌 有時候會有那種恐慌的感覺 這種的話 再來就是手腳冰冷血壓 變得比較低這樣子 好 那如果它是心臟的疾病 例如說它跟心血管啦 對 心血管疾病都相關的 就是除了心臟衰弱 像老人家特別會 那因為你心臟的那個力氣不足的話 可能越大 它那個心臟用的力就越大 所以它有可能心 就是心房心事都比較擴大 這個情況 好 再來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容易手腳冰冷 因為它末梢神經的關係 對 末梢血液循環差 因為糖尿病其實 像很多人都知道 糖尿病的人 它的那個末梢神經的感覺 也比較差 它當然對於冷熱這個部分 它也會感覺比較差 然後它的血管的收縮也不太好 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說 我們那個糖尿病的人 你如果有傷口的話 它也不容易復原 好 再來就是交感神經異常的人 我們交感神經異常的話 就是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身體有所謂的那個自律神經 它有分交感跟副交感 那交感神經就是 你有在做那種緊張的一個狀態 或就是眼睛的話 瞳孔會放大 然後肌肉開始收縮 然後開始流汗的一個情況 那副交感它就是讓你放鬆 或就是瞳孔縮小 就是讓你 比較不用那麼看清楚東西 然後腸胃蠕動比較快 幫你消化這些身體的食物 然後再來肌肉是比較放鬆 那通常這種交感跟副交感 它是一個時間來講 是有一個會比較亢奮 有一個是比較放鬆 但是我們講說 當你自律神經 就是這兩個是失調的 就是有些是亢奮的 身體有些部分亢奮 或有些部分是放鬆 它不協調的時候 就會產生自律神經那個失調 對 失調 那失調它的狀況有非常的多 包括會有些睡眠的問題 或是身體的不適 情緒障礙 腸胎 腸胃 拉肚子 或便秘腹瀉這一些 那手腳冰冷 它也是自律神經失調的 一個表現 好 那我們怎麼樣 叫這個副交感神經 出來放鬆放鬆 我們有辦法控制嗎 像這個的話 它沒有辦法說完全 只有我們的情緒意志 就是我們要意識這個部分說 我要放鬆... 因為其實有些人 他在放鬆的時候 更緊張 對 非常的緊張 他還是一直在 因為緊張是一個 個人情緒的感覺 他有時候 像有時候在這邊錄影的話 大家就開始緊張 你叫自己放鬆 你也很難說 我就放鬆下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一個調呼吸 調息 就是因為你緊張的時候 會呼吸的那個頻率會增快 然後心跳也增快 那你可以試試看 把你的呼吸調成 深呼吸的時候 大約是3到4秒 然後放就是吐氣的時候 也是3到4秒 那你這樣深呼吸放 就是幾次了之後 其實你的心跳的那個頻率 就會減緩 舒緩 對 然後再來的話 神經也會變得比較放鬆 對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有關於心臟方面的 你在呼吸裡 如果常常用的是胸式呼吸 現在大部分呢 是用到胸腔這個部分 就一氣起來 這整個脖子又臉紅 鼻子... 鼻子... 鼻子...瞳孔放大 然後鼻子也放大 大概都是用到胸腔 你如果常用到胸腔呼吸 你的肩頸這種胸手乳突肌啊 這一塊呢 都會比較僵硬 它也會壓迫到你的心臟 所以你做呼吸的時候呢 要氣沉丹田 我們有常教複式呼吸法 手腳冰冷嚴重的朋友呢 會導致指尖溃爛壞死 甚至需要節肢 認為這句話是對的請舉軒 錯的請舉擦 你那個手腳冰冷可以改善啦 如果...應該...